战友们好,战友们好,8月31号开始直播了,开始直播了啊 真经的战友们好,战友们好,能看到吗?声音怎么样? 我们这个直播在咱们这个WhatsApp群啊,我在这儿开着手机呢啊,我在这儿开着手机呢啊 今天是外面阳光明媚,天气简直是 这就是摄像机的局限啊,不能把这个外面的整个我喜欢的地方分享的战友 我早上看着那儿,太漂亮了,怎么让分享的战友呢?没办法 8月31号大直播,提问惠总啊,提问惠总 3票选上,万痛,泰山正立,6个问号,今天6个问号啊 第一,中共已经公布了10月16日召开的20大 中共控制的海外媒体,除了泛泛的反对习连任外,没有任何其他消息 请问七哥,曾庆红,王岐山一伙是认输了还是憋反习的大招?谢谢 我觉得两样都有吧,他们想反习,那不是能反得了的 因为曾家还有王岐山,还有孟建柱,江家 你反习,你得有这个实力啊,是吧 我不觉得他们现在,他有这个种 有没有这个实力,他想干是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 但是呢,他没这个种啊,是吧 所有的问题都在这儿呢,他有这个种的话就不是这样了 现在习查的多个案子,特别是国开行 国开行,还有一个,就咱们所谓的通信整个这一块 高科这块,科技部这块,整个这帮人这些事情 包括这个现在是人民银行查的事情 还有财政部的事情,直接都是王岐山 直接全部都是关系到曾家和江家 这个戴永格,今天早上我才听说 这个王八蛋头一段时间回香港了,还真敢回香港 你看他本事有多大 有战友说他回香港了,结果因为财政部的案子 他回到了,那么他回香港了,好像是他回去 回香港,怎么敢回香港 他回香港没问题啊 现在的政法界,纪委界还在王岐山,孟建柱手里控制呢 是吧,所以他回了香港 但是他发现,又到香港去抓他去了,他又跑出来了 戴永哥,你现在在这儿听着呢 我说对不对,我掌握你一切行动 是吧,是你因为一个是人民银行的案子 一个财政部的案子,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 几个东北的几个人命案 这回戴永哥是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回到中共国了 要么他把习干了,增加王岐山赢了 要么就是人家把他给遣返回去了 没有第三条路的 没有第三条路 欢迎加入爆料革命啊,戴永哥呀 加入爆料革命啊 加入爆料革命,有钱花,有必花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这个有意思了 这个有意思了 所以说呢 都有,他想憋大招想干习 习也在干他 海外媒体反习 海外媒体你就别想了 哪有海外媒体啊 都是共产党控制的 只是小骂大帮忙 还是大骂小帮忙 还是既不骂就直接就往两个钉上铁 是吧 这样有说的 要有真本事就不会让习干那么多年了 别有任何幻想 你指望着曾和王和孟灭习帮助咱 或者让他们中间掐了 掐完以后帮助咱灭光 不可能 别做这梦啊 兄弟姐妹们 我该催了 这回知道了 哇 厉害 我的笑兄弟啊 你不会撞上去吧 所以说第一条 不存在 也有认输的成分 也有侥幸的成分 也没这个种 第二条 中共盗国贼的白手套 戴勇格 又收到戴勇格来 中共盗国贼的白手套 戴勇格 张松桥等在海外 大量勾置豪宅 并进行加固改造 挖地下室 请问七哥 这是用来藏密贵金属财产 和中共机密文件 还是有其他目的 西方在什么情况下 会启动的盗国贼海外 资产的查封 谢谢啊 两个都有 三彪先生 泰山先生 还顽童和战友们 他都有 这个关键是藏密 这个所谓的金银珠宝 重金属 还有一个他们也知道 未来的世界不肃静 他们也知道疫苗灾难 他们也知道共产党肯定弯球大 所以把这东西呢 做好最坏打算 第一个所有的 据我指 我知道的啊 张松桥在伦敦买的房子 和曾维在澳洲买的房子 还有毛毛毛在日本的房子 这些地方所有的 你去参考政府的规划文件 他们大肆的建地下室 他地下室有三个功能 昨天飞飞个火来 他毕竟他家里没有豪宅呀 他没求着人家 他就讲不明白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第一个啊 就是防止别人到家抢劫绑架 叫安全屋 一般的外国人家里边啊 基本上有点钱的 有点身份的都有安全屋 基本上这个标配 但是外国人的安全屋呢 都是在房子里 像这个房子啊 是吧 到地下室去 基本上都是在五六个平方 七八个平方 啊 就是如果发生强匪了 发生强盗了 发生强盗了 你卸出的走到那个房子去 到那个房子去以后呢 你关上门里边可以外面打电话 你可以维持吃和喝水 基本上在美国在欧洲很正常啊 像这个房子有两个啊 像我家隔壁啊 这个有个大房子 它有六个安全屋啊 为什么呢 它在一楼发生事儿呢 它可以往地下室跑 一楼也有个安全屋 地下室有一个大安全屋 大家屋多大呢 大概是五六十平方 几百尺很大了啊 这么厚的门啊 这么厚的门 里边独立的空气啊 氧气啊 空调啊什么的 那么到楼上每一层都有两个安全屋 他就是因为他本人啊 他本人是华尔街大佬 他家人被绑架过啊 然后他去他家的游泳池啊 他都走地下室 挖过去的一个地下道过去 他怕在上面过去的时候 被劫匪碰到了 他游泳池的门可以全部打开窗户 打开完以后还是防弹的啊 关上以后就防弹的了 打开就啥也防不了了 蚊子都防不了是吧 就这样的 这很正常 但是 曾伟老代啊 包括这个所有的国家的几个常委家 包括在美国的 包括王岐山 高艳艳 姚庆 冠军 刘成杰的家啊 我都是基本上我都了解 他们基本上第一个功能啊 所谓的防安全屋都是巨大的 都是几千个尺啊 几千尺啊 所以说他们这个就首先对这个世界不安全和被绑架啊 或者被敲诈做好了充分的防范 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啊 他们就是防止别人放毒啊 什么空调放毒啊 所以说你看看那个张松桥 香港的河东的大房子 那个大到你无法想象 那在香港那个房子 在山顶 河东房子给拆了 建筑那个几万尺的房子 相当于在纽约建了一个大楼 一个大楼 严格讲十万尺二十万尺的房子概念 又是number one了 啊 那么他那个房子里边 他当初就用了独立的 两套空调系统 第一套叫VRV VR就是中央空调系统 这大家现在已经是很多了 是吧 然后分体机 但是呢又加了一个就是新封的 完全的隐蔽式的空调系统 就担心别人放毒啊 因为香港也潮 那么这些空调放毒安全 这他们都有 他们就像在美国在欧洲也这么干 第三个就是大量的藏匿黄金 兄弟姐妹们 你们加黄金最多弄上二三十根 一百根才多少 一百根两公斤一根 是不是 两百公斤 放哪不行啊 洗手间里边都塞下去 人家是放几吨 甚至十几吨 全人类才几十万吨 三十五万吨 在我们原来答复说 五十万吨不对 就是三十几万吨的黄金 人家可能放几吨黄金 那个地下结构 那个那么小是吧 怎么承重得了呢 那是有特别的 除了黄金金银珠宝 古董自画 还有一些大的国家的啊 这是这个大的国家的货币 我告诉你 我去北京啊 我就去那钓鱼台七号 在公寓里边啊 这一整层都是他的 一整层都是他的啊 一边啥也不放 就是放现金 黄金都不放 就放现金 这哥们喝多了 把我就 就带去了啊 说这个小老弟啊 我也让你看看啊 你给我交心了 我也跟你交心啊 这人已经被抓了 我才能说 否则我不能说啊 金军一看我傻眼了 你想在钓鱼台公寓七号 那么贵的房子 当时几十万一平方米的房子 一半是他住 还是他情人 还不是他老婆啊 另外一半全装的现金 广英镑啊 欧元啊 它有五百的 有大额的 就用那个 那个买的那种塑料的盒 就这么 大概有十二个吧 就排的盒 全是大额的英镑 欧元 一端一盒 一端一盒 全是心蒸蒸的啊 整个的房子是倒顶 他不像我这儿 还有上面的空间 人家倒顶 你想有多少钱吗 你想有多少钱吗 然后他说 哪天我让你啊 但是我的出国不方便 出了国我让你去看看啊 我在澳大利亚的家里边 他全是黄金 而且都是美联储的黄金 还有瑞士黄金 是吧 他就是这个藏黄金 藏白银现在已经很少了 他都放在仓库去了 公寓 大多数是黄金 还有钻石和古董 是吧 这个功能 就这个地下室 他全这么玩 那么这些人当中 你能看到现在戴勇格也好 曾伟也好 还是张松桥也好 特别是张松桥 张松桥那古董老了去了 我猜 据说张松桥的古董 怎么 现在要按照苏思比啊 他吹牛 我觉得没那么夸张了 他说能卖几百亿美元 我不相信啊 但是上百亿美元 是肯定会有的 你不要忘了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古董拍卖机构 在谁手里边呢 苏思比 加世德 在谁手呢 国际化的 全球的 想想兄弟姐妹在谁手里呢 对了我喝咖啡我现在说一下 这两三天我老想起来 头两天我在那个十八楼的时候 在公寓 我在吃苹果的时候 忘了吃苹果了 吃苹果呢 咱这个农民的气息就出来了 啪嚓啪嚓的那块啃啊 这个农民的气息啊 有很很差劲的这种啪嚓嘴很响 结果有个战友呢 孩子就在问就问他问他家人 说这个是郭这个人 麦克斯郭说什么呢 说麦克斯郭在说什么说什么 他能不能告诉他吃苹果 别扒扎嘴也别咔嚓咔嚓想 哎呀我真的羞愧自如啊 我在这里啊 诚恳的向战友道歉 这对孩子印象非常不好 七哥就是一农民 告诉孩子 郭文贵就是一农民 这个不管他怎么穿什么西装 穿南装还是穿北装 他都是个农民 千万别削他啊 千万别削他啊 所以说 藏密财产为自己安全啊 西方在什么情况下插封呢 会很遥远 很遥远 西方啊 查处这个 这些盗国贼才会很遥远啊 我一会再回头来说一说 西方怎么看待灭共的进程和时间表啊 三 人民币最近是持续贬值 根据中共央行 国际投资投资投尊表 西方在中共国的投资高达5.74万亿美元 这是错的 不是5.74万亿 这是他瞎扯的啊 西方在中国可以说是直接啊 直接性投资 大概在7万亿 特别是那些票据啊 海外啊 间接的很多啊 如果中共突然大幅度贬值人民币 西方的这些投资将立即产生巨额汇兌损失 这对西方资本市场的信用链将产生巨大打击 是的 请问七哥 中共会不会发生时 取用汇率贬值的金融核弹 给西方的致命一击啊 我们不约耳同 我今天要谈到的就是 数字化人民币 会不会引发世界金融大战 那么我回答你啊 第一个问题 我郭文贵更是判断啊 全当我放屁啊 第一个人民银行的5.74万亿的西方在中国投资不对的啊 是应该是7万亿 就是已经登记的是7万亿 那么间接的啊 总数在25万亿到35万亿之间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美国有一个专门啊 观察投资机构美元流向的机构啊 说的啊 这个人是昨天下午啊 我们还在通话 还在说这事儿了 那么关于人民币持续贬值呢 它是一个数字化人民币 必然走的过程 它大概共产党呢 想在7块到8块之间把人民币给停在这儿啊 7块到8块之间 然后呢就是用这个办法呢 增加出口 增加货币的竞争量 竞争竞争力 更重要的事情啊 它是要想办法啊 想办法把人民币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跟人民币很多国的互换 和数字化人民币 特别是它发动的东盟 中东啊 以及非洲的所谓的金庄国 上海组织国 还有俄罗斯啊 中东欧 跟他们一起的数字化人民币 然后呢很多人和美元脱钩后进行的货币一篮的计划啊 使人民币更有竞争力啊 这它是战略性的 完全在共产党的可控之中啊 你们不要以为不可控是可控啊 完全是用来要这个配合数字化人民币 然后呢增加贸易出口 做好闭关锁国后的脱美化 闭关啊 不锁国 这是共产党的自己的内部战略 大家要记住啊 闭关不锁国 是二十大之后的所有经济战略 我把都闭了 我要当成北朝鲜 我当古巴 我当委内瑞拉 但是我不锁国 我只开特殊的门 开后门 开东门 开西北门 给谁呢 中东欧 还主要发展东盟国家 主要发展中东国家 能源 中东 还有安格拉 但是安格拉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在做好了战略性的放弃 就是美国一定会制止的 而且这个桑帕斯总统的所有的家族 已经被美国掌握一堆的洗钱的事儿 最终得跟美国合作 所以说呢 能源靠中东 俄罗斯 伊朗 所以说他们就靠自己的所谓的金砖国 上海组织国和脱美化的整个新的货币 金融合作国 也叫亚投行 就这些组织 来对抗美国 就是 闭关不锁国 通过这个人民币呢 整个的这个调整以后 形成巨大的对美元和欧元的冲击 这是肯定的 那么这个核弹呢 金融核弹 我要今天谈的事情 金融核弹 不使一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数字化人民币和数字化人民币国际化 这才是真正对美元的挑战 第三个 第四 今日多家媒体报道 比尔盖茨蜘蛛的工厂 每周生产三千万只的转基因蚊子 将在热带地区 多国投放以抗击登革热等传染病 广州罗港开发区藏着全球最大的蚊子工厂 每周产出上百万只绝育的蚊子 请问七哥您这是怎么看 大家很多人盯着这个微软 盯着比尔盖茨 我说他很少 我说他说的商务部哥们说28万亿左右 对 这个是对的 28万亿左右 这是靠谱的 这战友说是对的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我很少谈谈 我很少谈谈 就是这个 整个的比尔盖茨这个人 他的精力和他的这个经济能量 啊 来吃的啦 来吃的啦 招餐招餐 这是 这是啥呀 你都我能一半 你别太多 哎呀 太多了吧 你给我个口筋哪 你光指啊 不行 行吗 好 来了 边吃边聊啊 你们只要能受得住就行啊 哈哈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 比尔盖茨这个人和他的经济和他的精神状态啊 还有他的思想啊 啊 我很少谈的 我很少很少谈的啊 我很少谈的啊 我很少谈的 原因非常简单啊 啊 他这个人的这个这个 这个有了当了所谓首富以后啊 他所做的慈善基金和对世界公益事业 包括特别是科技业啊 他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 对他那些所有的 所谓的人类啊 什么的这个Q组织啊 我没看到他 我没有任何一个听说 比尔盖茨 参与了什么邪恶呀 毁灭人类呀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哎呦